好主播事实上特斯拉5月份就有在YouTube频道上 释出他们这款叫做Optimus的机器人影片 除了可以走路还能上下楼梯 蹲下把物品拿起来 甚至单手举起一台钢琴 那么根据特斯拉公布的数据呢 Optimus机器人的身高有172公分 体重56.6公斤 和多数的成年男性的身形差不多 而且机器人全身拥有28个自由度 横向人体的关节 手部也有11个自由度 目前他们说已经具备保护自身和周边人安全的能力 特斯拉更是预设未来这款机器人 可以做饭修草帮忙看照老人 或者在工厂从事一些枯燥和危险的工作 不过实际上上海这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 还有其他的AI机器人亮相 包括一家智慧机器人独角兽叫做Data公司 他们推出了这款云端机器人叫做Cloud Ginger 展览上还有示范投篮 甚至也可以跟民众握手 另外展览上还有大陆科技公司 叫出门问问的产品 可以看到舞者跳舞 透过多台摄影机的捕捉下 背后的动画也会跟着模仿动作 至于其他科技公司 包括百度 阿里巴巴 华为等等 也都没有缺席 纷纷都展示自己的最新AI产品 以上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